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思维空间 催眠是对于心里有无法跨越的阴影的人一种治疗手段 让患者在梦境中打败心理阴影 因此也有了所谓的思维空间 在思维空间中,催眠师会帮助受困人打败阴影 因为催眠过程中充斥着许多故事 所以无可避免的就成为导演们的创作题材 随着思维空间的出现 许多人都以此为题材进行拍摄 像电视剧《美人为宪》中 杨荣与心理师凭借催眠技术在思维空间的一番沉默斗争 大伙的电影《盗梦空间》也是利用催眠 讲述了在思维空间的故事 当初《盗梦空间》有不少人都表示看不懂 郝尔赫·多拉多导演这部《思维空间》看不懂的人数 则是其三倍 如果一个人看一遍就理解了《盗梦空间》 那么他需要看《思维空间》三遍 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 《思维空间》的导演 郝尔赫·多拉多是西班牙人 因此他的电影中带着浓浓的地域特色 悬疑性 惊悚性也都相对较高 在《思维空间》中的比赛 取决于双方的催眠能力 一旦进入《思维空间》 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智力而不是武力 只要其中一个人抓住了另一个人的心智 便可以随意给败者灌输思想 而这部电影中的胜利者明显是安娜 败者则显而易见是约翰 男主是一位可以看到别人记忆的丧妻之夫 而女主安娜则是一个饱经痛苦的反社会少女 男主通过查看安娜的记忆来调查案件 他一开始看到的片段大多是安娜小时候的痛苦 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 安娜小时候就被继父性侵过 妈妈嗜酒成性 继父后来又与女仆相勾打 这些都可以看出安娜惨痛的经历 以至于安娜有强烈的精神疾病 甚至想要自杀 但是随着约翰的不断深入 安娜也逐渐的学会了改造记忆 后来的记忆多半是真假各半 不能完全信任 而约翰面对一个16岁的少女 自然是不可能有防备心理 即使安娜提出看她一家人的照片 她也没有什么犹豫 正是照片让安娜彻底掌握了约翰的弱点 并开始对约翰进行反催眠 于是这个思维空间开始由安娜主导 并且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对于这部电影来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安娜对于约翰的催眠救赎 为了让约翰从妻子的阴影中走出来 而进行的拯救 不得不提的是 饰演安娜的泰莎法米加 长得相当漂亮 有一双很明亮纯净的眼睛 小小年纪 却将安娜这个角色把握得很准确 不用说男主轻易被其迷惑 就连旁观者都跟着牵动心弦 安娜之前也演过不少的悬疑类电影 因此再次出演这种类型的电影 显得格外有把握 这部影片的成功离不开泰莎的付出 心理医生经过催眠来拯救陷入困境的病人 在整个过程中 实际上催眠师与被催眠者都得到了救赎 你永远不知道你是深陷梦境 还是处于现实之中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